记者杨佩奇台北报导志宇17日报案在自家门遭陌生人攻击 殴打 图志宇提供近日在新北树林爆红的炒饭正妹 被发现其实是知名AV导演志宇力捧的女魔 对此志宇透过脸书坦诚 也调她本来就是网红推手 而巧合的是 志宇17日到法院和最美于范开庭打官司前 就在自家门遭陌生男子攻击殴打 在引发热议 也让人想起 志宇因遭女魔案黑李玉分Mandy陈湘林指控会要求 生前规则 怒告妨害名誉 全案上在台北地检署 半中 志宇曾替网红邓家华指导AV骗华根初上 曾于2018年间签下最美于范艺人刘新宇 但双方和不到一年就闹翻 甚至对不公堂 案件还至今在高 法院审理中 17日志宇出家门遭陌生男子持球 攻击殴打 当时就是要到高院和刘新宇开庭 也 人想起 志宇和有暗黑李玉分称号的腊魔陈灵也有官司 志宇公开确实经过培训 要捧红 范正妹林童 图资料画面 盖案件目前尚在台北减署侦办中 日前陈湘灵还因为屡传不到 差点被拘提 而案件起因 先是女優娃娃上网指控 与要求她全规则 并公开志宇想和她一夜情 对话录音当 之后陈湘灵也加入战场 透过A格控诉 志宇心术不正 会要求女生前规则 攻击其他网 些网红的负面新闻都是她在幕后操盘等语 语因此对陈湘灵提告妨害名誉 对此 志宇强 她根本和陈女不认识 不熟 是有在公开场合遇过 但也没和陈女说过话 没有交集 哪来那些指 因此决定提告 捍卫名誉 而她也透露 当时也曾对娃娃提告 不过该案最后不了了之